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场平平无奇的生命大和谐 直到若干回合之后 他们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起了我看不懂的花样 天地良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活这么花的小老鼠 既然如此呢 他俩生出来的孩子 想必也是花的不少的吧 别看男主角只是一只平平无奇的黑熊精 他其实是携带着淡化基因的 两只同样携带着淡化基因的小黑熊 你们知道会生出来啥吗 理论上来讲吧 会有四分之一的蓝色小熊诞生 就是蓝猫的那种蓝色 怎么办 还有点小期待呢 此处可酌情抠衣蓄力 为院长积攒欧气 快些货了 看这个肚子好像也不是很古流的样子 看来怀的不是很多 没关系 浓缩就是精华嘛 少的那些一定都是黑熊精 哇 粉皮耗子出生了 赶紧来预测一波 到底有没有珍贵的小蓝熊呢 看看他们这个皮色这么水利 他长大之后想必是大有可为呀 让我耐心的等他个20天看看结果 骗人的吧兄弟 不是 我拿普通黑眼线配黑熊 还有二分之一的概率会出什么 黑一点黑甲面黑眼线呢 这怎么放眼望去黑的这么蠢脆呢 这是最白镜的一只了 长得像个玻璃 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饭筋头之类的 这是唯一像妈妈的一只硕果仅存的眼线弟弟 还挺对称的 像个小仙女 手感真的是好软呢 感觉像在捏一个粉扑 看看他这弱小可怜又无腹的样子 想不想大力的揪咪一口 这只就是神秘的小蓝熊了 还好还好 八连抽给了个保底 怎么说呢 就这颜色吧 看着确实挺高级 但前提是在阳光下 光不太好的时候 看上去就是只灰唧唧脏不拉唧的小老鼠 还没割灰好看的 但毕竟嘛 它作为一张唯一的SSR 该给的牌面还是要给的 感受一下它的可爱四连拍 至于后面的几只是什么橙色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只黑黑是整窝里最胖的一只 所有的小熊吃奶都抢不过它 我愿称之为巨黑 这俩中规中矩 平平无奇的 就叫飙黑吧 至于这俩小黑豆 小小只只轻松拿捏 就叫茶杯黑吧 大杯中杯小杯 你更喜欢哪种黑黑呢 玩的真滑 下次别玩了啊 来来来 后排都售小老鼠啊 新鲜的小老鼠啊 两个比一个 有需要的投一下 没需要的也可以投 小琴的小船 小船 然后再用一只小拇取